嘉義中埔連續地震 有明灘的屋頂被震毀 居民擔心緊張到來的颱風 趕快用大帆布把屋頂蓋住 哇 被地震震碎了好幾塊 但這一戶更慘 家門口被拉起了封鎖線 三樓圍建 因為地震位移 成了圍樓 明灘前圍起封鎖線 住戶暫時撤離 是因為往樓上看 牆面明顯因為連續地震的關係 位移已經移動到別人的住宅上 縣長翁張良看災 民宅內天花板掉落又臨近山坡地 民眾憂心忡忡 其他像是中埔國中的教室 青鋼架Y7-8來到實驗室 化學用品掉落一地 而中埔還有很多受災戶 樓門社區活動中心底樓的女兒牆 一大片垮下來壓到了底下的轎車和貨車 中埔從二十六號的凌晨開始 一直到二十八號的清晨四點二十八分 發生了十一起的地震 南邊一點的話 有所謂的木積寮斷層 那在東邊的部分是出口斷層 中正大學老師表示 這次正樣的位置最靠近木積寮斷層 周遭臨近的斷層 帶多包括了梅山 九窮坑 出口六甲斷層 這次中埔地震密集發生 老師帶來學生在特定的地方埋下了地震儀 能夠更精確地觀測到余震紀錄 這次地震發生在嘉義中埔 台南和屏東長製特搜隊的停機坪 卻出現了大量的蚯蚓 外界聯想是否為地震的前障 專家研判未來不排除 還有四級以上的餘震發生 民眾要提高警覺 三立新聞 廖國雄 何振鋒 嘉義報導 回憶其八二三年前中埔大地震 九十七歲高齡的張阿嬤 看著兒孫整修自家房子 已經大約六十年歷史 屋頂被搖得往下凹陷 忙著搶修避免風雨來襲 張阿嬤慶幸房子還在 因為一九四一年中埔大地震 地震側報中心資料照片 全是房屋傾倒慘狀 包括嘉義市東市場一帶 木造民房全趴下 來到嘉義縣水上香 火車站附屬倉庫也倒塌 地牛翻身撕裂道路裂痕 明顯可見 當年三百六十人死亡 是臺灣第四大地震 這回嘉義中埔二十六號 凌晨一點五十八分 發生規模三點一地震 鎮壓位置靠近木基寮斷層 跟一九四一年中埔大地震位置相同 也讓一棟六十年的古厝 屋主說到哽咽眼眶紅 因為家園滿目瘡疑 門框門板合不攏 紅磚牆裂開 目測至少五公分寬 專家研判不排除 還會有四級以上餘症 地牛翻身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三內新聞 翁宇文 吳慧珊 許士廷 再一步道